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大创百货被报以不实文件申请产品输入,相关单位调查后,已裁定4164万元罚还,并费只进出口的许可证,在两年内,无法输入货品。 对此,紧追大创案的立委黄国昌主张,大创必须再受罚3亿5000万元,预官物数应依法追究责任。 黄国昌在脸书上表示,大创伪造文书进口货物弊案,在国贸局撤销起输入许可证后,他在先前质询时要求官物数继续依法追究责任,官物数似后做出了处分,要求大创依关税法第96条将商品退运。 不过,黄国昌说,大创显然将那些违法进口的货物卖光,根本无从退运,所以接下来官物数必须做出追缴货架之处分。 据官物数统计,大创违法进口货品的价格为3亿5000万台币。 也就是,大创将必须再受罚3亿5000万元,大创胆敢造假欺骗台湾消费者,本应受罚。 黄国昌质疑,针对这个罪证确凿的刑事犯罪行为,我们的检查系统真的有在认真侦办吗? 还是因为牵涉政治高层,所以让案件摆住睡觉。 期待侦办的检察官,不畏上级压力,勇敢打老虎,让人民相信台湾还是有公平正义。